狗狗可以吃少量西红柿 但注意摄入量一定要少 因为狗狗胃消化煤与人的消化煤不同 所以狗狗最好食用适合自己的食物 例如狗粮、狗罐头等等 狗狗食用少量的西红柿 狗粮熟透的西红柿是安全的 但是西红柿对于狗狗没有什么营养 同时西红柿中含有生物碱和阿托品 在大量食用后对狗狗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例如导致狗狗拉吸 出现噬睡、流口水、呼吸困难 腹痛、呕吐、腹泻、肌无力、抽搐、 瞳孔放大以及心率不齐等中毒现象 此外每只狗狗的肠胃功能和身体对食物的适应能力也存在 差异性 大多数狗狗都能适当的吃一点西红柿、苹果、梨、西瓜等水果 但是也有个别狗狗因为体质原因不能食用水果 一旦狗狗吃水果发生异常 请尽快送医